不同年代看不同手錶的顏色有不同的看法 這些顏色其實這錶出了二十年 當然二十年前這些顏色就不太流行 大家還記得十幾二十年前最流行的顏色 或者市面上看到人戴錶 最大機會看到顏色是什麼顏色 一定是黑色的 降低環行的年代 除了降低本身有很多黑色之外 大家似乎忘記了 但當日熱到爆 差不多出現率跟奴力士差不多這麼多的牌子 當然就是Panerwai 大家都知道Panerwai的錶 尤其是那個年代 九成五以上都是黑色面 因此黑面錶相當多 那個年代還是IWC Pilot、Big Pilot很流行的年代 奴力士降低很流行的年代 有時候出一些不太流行的 甚至是金路都要黑色的那個年代 藍路或是藍色面還未很接受的年代 這些顏色不太多人接受 因此當日 當然努力士也有出這些顏色 但其他品牌都不敢出很多 這些限量都是500或200 200或200等等 因此擔心不買 先說回這對Famula 現在很想找些顏色 當然很少有 很漂亮 但當日真的沒有太多人接受 其實這款可以叫做六重石色 湖水綠 Tiffany Blue 系列 一種這樣的顏色 現在當然努力士的 Oyster Perpetro 炒起了 這款顏色很貴 其實不單是降低 它的降低低 也有六重石色 英文來源的這款顏色 又是炒貴了 這顏色彷彿相當高貴 當日不太多人喜歡 再深一點的藍色 就開始覺得和死亡有關 當然淺色一點 好一點 但藍錶不太流行 我還記得當年Wall Oak 朋友仍然喜歡黑色多於藍色的年代 現在當然不是 不要緊,潮流會轉 但當日這麼少的這款顏色 現在找到更加過癮 但不是每個牌子都像Famura 你當一層白炒 跳樓跳得這麼厲害 現在找到特別顏色的顏色 20年前 但可以貴到死 舉例 勞力士力也是 Bitch Edition 所謂四大美人的藍色 現在多少錢 當然它每個都貴了 但藍色當然又是 貴來講的表表者 因此你要找回那個年代 近上一顏色的錶 通常都很貴 Famura當然有驚喜 這定價當日10萬元左右的錶 現在都是3萬元左右 因此可以尋一下補 但當然限量有些200、300、500、250等 因此就不容易找到 如果你喜歡走通的朋友 其實這款錶 雖然是極度大隻 但這款顏色和整個配搭 的確是挺帥 超級巨型的尺寸 你當它一隻45、46左右大的錶 就對了 因為真的是King尺寸 無所謂的 好像買床一樣 超大一個尺寸 但配合一個非常漂亮的 綠蟲石色的表面 其實這隻叫斐出海岸號的限量版 這隻手錶相當少有 限量只有200隻 配合一條這樣顏色的帶 但這條帶我覺得這位拱起 比較拱得緊要 這條原裝帶 如果你不特別喜歡這個外型 可以訂造一條上顏色的帶 甚至普通黑色帶都可以 因為表面已經很出色 一隻非常之有趣 當然機芯就是ETA機芯 跟一般當年的FAMILA一樣 當然它有它的PATTIUM TOR 它有它的底板打磨等等 但還是可以找到限量版湖水藍 比較划算 另外這隻就是 我覺得是很過癮的 有機會可以存在的 FAMILA Endurance 24 系列 它有幾個版本 很多顏色 包括有橙色、黃色、紅色、綠色、白紅貓等等 而綠色最少見 現在當然是大熱 5711的綠面大氣座 又或者其他品牌都不停出綠面 白鳥、Bolo S等等 令到綠色的表面當然是很貴 這隻一隻青綠的表面 一般情況下 就是這麼多隻表面最貴 而且最少人放售 有兩圈的光圈版本 三圈是差速圈版本 另外就是類似Double Krono的追蹤系列 不同的功能大家自己喜歡 37mm、38mm的大小 用一個手動Namalia的機芯 又是個好處 這個機芯當然有很多牌子使用 Namalia手動機芯 即是說得出的 江斯丹頓、Paterphillip 保機,還有買了它 換WATCH等等 因此PACS極多 甚至是PACS極多 要弄是相當容易 這個ETA機芯 292翼是這樣的 因此這錶沒有負擔 當然FAMULA很壞 他經常想不弄一些不是行貨的手錶 但這錶好在又不用它弄 要出去弄,找人弄得到 37mm,上年亦是爽手 這隻叫Endurance 24 24小時顯示 跟碧檸的某些系列 或者俄羅斯軍錶一樣 現在15時多就這樣顯示 對你賽車也好 上太空也好 軍事用途也好 看得比較清楚 午夜便可以分得到 簡單來說就是這些顏色的手錶 現在找到其實都算罕有 但你要買一些當紅炸致雞的牌子 又的確挺貴 有時儲錶不一定要儲 炒值最貴的手錶 有時這些定價當日大概10萬元左右 現在大概三折左右的二手價錢 其實都買到很多顏色很colorful 其他牌子也夠大 Famula的手錶 Famula是其中一個可以找到的牌子 另外有些牌子都可以找到 譬如是Dilta的Corno 那些printstage的Corno 其實我都介紹過不少 都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深藍面 現在五顏六色的東西又開始被接受 你會不會選擇帶一隻 顏色的手錶出門呢? 今天跟大家說 兩隻比較鮮艷顏色的Famula 已經停產了鮮艷顏色的手錶 多謝各位